不過對李仲廷的認識大概是這樣 因為之前在立法院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四五個委員會辦一些活動 尤其是一些黨內的活動 什麼到外面去上課 那李仲廷他都會跟在弘安的旁邊 但是看起來他就一個木辣寡言的人 就覺得一開始我還不知道他是他男朋友 但是他都每次的活動他都會跟在身邊 那大大小小的事情他會很體貼 看起來就會讓人家覺得他是一個軟男 軟男 軟男 所以在我對他的認識大概就僅此於這個樣子 那中間大概有幾次的接觸 他有時候會跟我們說 就是每個辦公室立委辦公室 要互相合作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他都聯繫得很好 所以我一直都以為他是在弘安辦公室 有領薪水的助理 其實到現在我也沒去關心他 他到底是不是他有沒有領薪水這件事情 那因為你說他比較沉默寡言嘛 結果後來在我們新竹大有作為 那個跨年晚會啊 就前康平局長都說交給傑克處理 哇原來傑克他是可以處理很多事情的 你對於這件事情 跟你想像是不是認知有那麼差 這件事情我想要還原一件事實啦 當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在台中選舉嘛 那台中就是之前 其實是這樣 我們不分區立委的時候 當時弘安的責任區是台中 所以他曾經當過台中的那個地方黨部的主委 所以台中地區的人大家都很認識他 那我現在去台中選舉 雖然是在海線 但是因為常常有晚上有很多的活動 還是會在市區舉辦 所以我也常去 那有一次他們就跟我講說 啊這個錢康平啊 做人不應該是這樣 因為他說這個 這位錢先生事實上跟傑克是認識很久的好朋友 就是說因為他之前大概是在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的專長 所以當時那個弘安在台中當市黨部主委的時候 也會請他來幫忙筹劃 就是說整個市黨部應該有一些文化的一些活動 應該怎麼樣 所以常常就傑克會跟那個這位錢先生 事實上他們跟我回答 德跟我講是說其實交情不錯 而且是很談得來的 那至於為什麼他那個離開新竹市政府之後 就去爆料這件事情 台中市很多的當初留下的這些市黨部 因為現在都在幫我選舉 他們是覺得說 我感覺他們是說做人這樣想要插進 因為陳英大家都是好朋友 因為當時前抗民局長 他是這樣子爆料的 他在臉書上面說 就是傑克有一次就跟他說 欸那那個前局長 我看你是不是就看什麼時候遲 然後當時前局長就跟他說 那個找我來的是高鴻安 要遲也是高鴻安叫我走 結果沒想到下個禮拜高鴻安真的叫他走 哇那這個因為陳康明局長 他的這個發文 基本上是把對話都清楚列出來 所以不免讓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真的會有這件事情 那針對這樣的對話 好像他們也沒有具體的一個回應 因為我覺得相對的啦 就是說第三者來看前先生這件事情 就會覺得說曾經是那麼的 談得來的一個好朋友啦 說交往也有一段時間 而不是很短的時間喔 是過去在台中的時候 因為他前先生也住台中嘛 所以就會認識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通常是這樣嘛 就分手不出二言 那這個 這是台中這些黨公子 他覺得說 鴻安主委 他們還是習慣叫他高主委 然後那個Jack這樣 他覺得說 他們彼此就是說 即使是分手也不出二言 所以事實上 誰對誰錯 事實上我沒有辦法做評論 但是就是說 我今天剛好有個這個機會 就是把這個台中的這些黨公子 他們對前生生的看法 把他講出來